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呢 它是socket 然后回调函数 以及写入的回调及一些标志位 好 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在这里面 具体的通过代码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比如说我们来模拟一下 逆步来读取一个网址 那么比如说我用$FP等于定义一个stream 我们socket的方式来clint 穿进下socket的扣端 要干什么呢 要来用TCP方式来连接一下 比如说3w.qq.com 对应到80端口 然后把对应的 比如说错误信息放进来 error number 错误 错误串 以及相应的时间 比如说30秒 好 OK 那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 比如说我通过f 比如说我通过我们socket的方式写入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fwrite的方式写入一些数据到这个里面 也就是说可以模拟请求$FP 写入什么呢 写入比如说我们要get的方式来请求我们http 请求当前的这个位置 http 写意1.1的写意 然后我们-r-n 然后放上我们的域名是对应的3w.qq.com 然后同样-r-n 这个结束 好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模拟请求就完成了 那么我们请求完成之后 开始添加我们的一部事件 添加的话 我们需要savow-event-add 那么添加第一个就是我们的socket的资源 那就是我们的fp 第二个是我们的函数function 里面把fp同样传进来 我们来看一下 对它造对这个进行一个具体的操作 比如说处理完整之后 我先读取一下它里面的数据 比如说$Response等于fread 我读一下对应的fp 这个链接资源 读取之后 我们默认读8192个 可以设置它一个长度 我们这里面就读取8192个 那读取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读取到的数据 $Response 好 OK 然后处理完整之后 可以删除掉剧品 比如说我们删除剧品的话 通过savow-event-deal 删除fp 好 删除完成之后 这个也就是要删除掉了我们对应的这个剧品 然后也可以fclose 关闭这个fp 都是可以的 好 那完成之后 我们为了验证它是一步的 我们echo一下 比如说这个先执行完成鞋杆 好 OK 我们把对应的这段代码上传到服务器上 看一下效果 好 我们上传一下代码 好 执行一下代码 ppindex.pp 我们看是不是相应的信息就出来了 比如说对应的脚本 对应的文件是不是就OK了 大家注意看 是不是我们这个先执行完成 是不是在前面 证明后边返回的结果是什么 都是我们对应的一步事件执行完成 好 这个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 谢谢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